今天當然是講選舉 選舉臨近 董建華最近放話 他就說如果曾俊華當選 中國政府都不會任命 這麼明顯講到明 為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選舉裡面有暗湧 自從李嘉誠早前講到明 我不會提名任何參選人 但是會投票 因為提名是要交名的 投票那些叫暗票 就不用交名的 投票可以不說 誰知道你投誰 所以現在中國政府就怕這個出現 又怕唐英年事件重演 首先唐英年事件怎麼重演呢? 說回唐英年和梁振英選的時候 其實葉劉也有參選 但是葉劉也拿不到入集票 當時梁振英拿入集票也很困難 但是唐英年是一帆風順的 甚至辭職兩天就批了 最終選出來的結果就是 六八八十九票 梁振英贏了 唐英年就流淚 就是說這件事就說 我提名可以提名你 但是我投票的時候 我未必投你 中國政府見到這件事 就不斷找人放話下來 早前找湯渣 見過黃光雅 湯渣也是說黃光雅 說中國政府會支持林鄭 早前有一群建制派的選委 又會中聯辦說 張曉明又說會支持林鄭 到現在董建華放話出來 就不斷這樣說 又說會支持林鄭 有些人說他干預選舉 現在是不是很高調 不要理會干預選舉 看到一件事 就是中國政府絕對怕唐英年事件重演 因為唐英年事件重演 起碼有個勝負分出來 就是689票 梁振英拿到票 現在的選舉環境完全不同 我曾經之前分析過 已經不是唐英年事件出現這麼簡單 而是會出現僵局 因為很表明一件事 我會提名林鄭 但我未必投票給你的 之前已經放風 有些人說出來 甚至有些建制派的選委 放風出來說 林鄭連到八八十九票都沒有 就是比梁振英少 這件事是觸動到中國政府的神經 要找人出來放話 現在講到明這件事 現在講到明五個參選人 梁國雄 胡國興 曾俊華 林鄭 和葉劉 我想葉劉入到閘的機會很困難 梁國雄 我想都是 老實說 都沒有人拿不到足夠的票數 甚至現在去公民提名都未夠票 現在只剩下三個 曾俊華和胡國興 泛明會撐他入閘 入閘之後 董建華擔心 中國政府擔心曾俊華 會取得到林鄭的建制派的票 那你當你不要了 扯他二百多張 那就是說 胡國興都可能會取得到建制派的票 百多張 那寫到三百張 那林鄭可能連五百票都沒有 這個是選舉僵局嗎 這個選舉僵局比任何都要震撼 對中國政府來說 證明中國政府是操控不到 他所謂的建制派的選委 你看唐英年事件也是 唐英年事件那時候都說 唐英年是中國政府的陰點 最終是梁振英 是嗎 證明你入面 他入面一投票在地來說 很多時候都是 都說李嘉誠高調說明說 不會提名任何人 但會投票 是計算的 我投票 我會看誰參選人對我的利益 是好處的 李嘉誠說明說 對法治這件事是很著迷的 是嗎 一個商人來說 一個法治的社會 對他的財產 對他的資產是有保證的 有保障的 一定是會支持的 很多東西 你見很多所謂的商家佬都可能會支持這件事 不排除這些票 可能會去到胡國興那裏 是嗎 你保護我的資產 甚至現在 你之前中國公安 越境執法 成報事件 那些事 是很擔心的 成報事件 你觸及到 整個那些 有錢老的身家性命財產 他可能真的會投給胡國興 也不定 胡國興說明 基本法22條立法 基本法22條立法 成報的事件就不會出現 是嗎 現在說回這件事 為什麼董建華放話 就是中國政府很擔心這件事 很擔心這個 僵局會出現 已經不是說 林鄭月娥會不會當選的問題 林鄭月娥一定會得到票 得到多少票呢 隨時600票得不到 一定過不了半數 過不了半數 僵局 曾經計算過 選舉的事件就是這樣 我投你 我提名你 我暗票我不投你 是很多人都說得明白的 這個提名在表面上的姿態 投票那件事就是真的 投暗票那件事就是真的 這件事控制不到 但現在不斷放話下來 就是想控制這個選舉 不要僵局 還有想林鄭月娥能夠當選 甚至這樣說 當年梁振英和唐英 連梁振英都被勸退 但勸退不到 最終贏了 現在曾經說被勸退 贏不贏到不知道 但是肯定會取得到林鄭 某部分建制派的票 和胡國卿都是 總之他們入到閘 這個選舉僵局出現 極之大 中國政府絕對是不想見到的 所以為什麼要放這麼多人 不斷放話下來 去控制這個選舉結果 不要變成僵局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 講完